今天我们来测评一下伊利雀巢这两款奶油 我这边是250克的奶油 在打发雀巢奶油的时候 需要注意观察它的状态 不然可能容易打发过度 现在来看的话它还是可以的 伊利的奶味很重啊 我一开始打的时候就一股奶味出来了 这两款奶油只是要掌握它们的状态 还是很容易打发的 伊利的会看起来稍微细腻一点 现在我们把这两款奶油同时静止30分钟 看一下它们的稳定性 这是放了30分钟后的雀巢奶油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状态 再来看一下伊利的 它表面还是呈现一个很顺滑的状态 我们看一下里面 现在我们让静止了一手的奶油抹面试试 雀巢变得有点粗糙 没这么美观了 伊利则有点稀释 没有这么容易竖形 所以新手在使用这两款奶油做蛋糕时 需要快速的制作完成 不要倒腾太久哦 我们把糖中烧一个 我们把这下一个 我们把糖朧的蛋糕